好,这一节来说明怎么样在右侧栏里面新增这个热门文章 那热门文章的好处就是它会自动帮你挑出最多人搜寻点击的那篇文章 然后排在这个右侧栏 那如果新的访客进来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比较多人看 那就会吸引他们点击 所以好处就是会让热门的文章更加的热门 更多人去点击 那怎么去新增这个区块呢 就到后台里面去新增小工具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热门文章 找一下热门文章在这里 然后点击一下 这边就会让你去显示 你要所有时间还是去年的 还是最近30天或是最近7天的 那把这个图片 文章标题是一定会显示的 那图片的缩图要不要显示 就是靠你勾选 那片段就是他的内部的文章的片段 要不要就看你要不要勾选 然后这边最多显示几篇 我们让它显示5篇就好了 然后再一下储存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区块就跑出来了 我们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我之前是没有片段 然后我刚刚有勾选片段嘛 然后再重新整理一次 你看他就抓出5篇 有竹子有缩图有片段 这样有5篇 那就看你个人喜好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有片段 让访客看完的竹子之后再看内文 如果他喜欢的话 他是直接点击这个缩图就可以进了这篇文章了 这个就是热门文章的方法 那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精选文章 就是点竹子 点缩图没有用 要点竹子才能进入到这篇文章里面 单一篇文章里面 那一样是在这个新增小工具里面 这边有精选文章 那精选文章你看我加入进去后 他就只能够加入一次而已 像刚刚那个热门文章 你可以加入很多个 加入很多个 譬如一个是一年 一个是最近7天的 你可以加入像这个一个两个 两个热门文章的区块 可是精选文章加入一个而已 不能够再加入第二个 所以这边就有已加入 所以不能再加了 不能再点击了 所以这个精选文章我们看一下 加入之后就像这样子 你要不要显示出片段 或是显示出缩图 或显示出标题 你自己可以去选择 然后你要使用最近发布的文章 他就会帮你直接抓最近的这一篇 或是你自己去选取一篇精选文章 你可以自己去搜寻出来 找到某一篇 或者是你自己去选择某一篇 你看选择某一篇 譬如说这一篇 小熊 然后按储存 然后我们再到前台去看一下 刚刚的这篇精选文章 这篇重新整理一下 他就会变刚刚那个小熊 这里 这个就是精选文章的方法 那这个热门文章跟精选文章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做联盟行销的时候 这个文章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比如说图片 你可以去抓我的网站的图片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底下就放一段文字 然后在这个文章里头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之前交的插入代码图片 把它放在底下 那如果访客他看到你的精选文章 是这篇文章 或者是在热门文章里面有你的文章 去点击你的缩图 然后进到这篇文章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看有兴趣 一样他就是点击这个图片 然后他来这边消费的话 你就得到50%的奖金 这个是我们用比较醒目的方法 去曝光我们这些缩图内文 让访客可以去点击 所以将来你这个网站如果文章越来越多 图片越来越多 那我们的课程越来越多 让你销售的时候 那你被搜寻到的几率就越高 那得到奖金的几率当然就越高了